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永不明目》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三卷 他想 这些人总有一天会被抓住的 公安局会审讯他们 如果庆春能够知道他死得壮烈勇敢 那他会不会在心里对他留下一点点惊讶和感叹 车子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停下来 小统被他们推下车借着饱满的月光 他看见身边都是一堕堕的砖胚 他想 这准是一个砖厂 但这里已是机器停转 工人下班 竟得听不见一点声音 他们把他顶在一排刚刚脱好的泥胚垛上 揪住他胸前的衣服 他不反抗 也不挣扎 甚至不发一眼 只听到一个有点口音的声音在问他 兔崽子 你对欧阳兰兰干什么了 你耍流氓你也不看看门槛 他这才大声呼喊 欧阳兰兰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 他脸上马上吃了一拳 这一拳再次使他眼前惊心万岛 他不知道为什么拼命地捂住自己的双眼 他只想着保护自己的眼睛 身上任凭他们拳脚相加 他们一边踢 一边痛骂 骂得七嘴八舌什么话都有 但萧通耳骨里最清楚的 只有那个带着外地口音的骂声 那骂声不停地重复 我叫你耍流氓 我叫你耍流氓 每骂一句便踢他一脚 直到他摊在地上 身后的披垛踏了一片 打骂完了 他们拍拍手扔向萧通往车上走 边走边回头警告他 你再敢缠着他就试试看 下次再看到你 非把你淹了不可 萧通靠着砖垛坐直了身子 他也想骂 可张不开嘴 嘴里全是血 脸也肿了半边 那漂亮的宝马亮着大灯 卷着尘土 气宇轩昂地开走了 萧通精疲力尽地坐在原处 他甚至没力气来灰赶那些 闻见了血腥的蚊子 坐了一会儿 体力有所恢复 他才站起身来 晃晃地走出这个在月光下 不免荒凉的砖场 走上了来时的大路 偶有汽车通过 他抬手蓝车 但那些车无一不是突然加速 从他身边轰鸣着驶过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皮肉受苦 也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屈辱 他沿着公路走 不再拦车 他知道他的脸肿了 流血了 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模样 为什么没有一辆汽车敢停下来搭他 沿着公路歪歪斜斜地走了很久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灯光疏朗的小镇 镇上一个小商店的门口挂着公用电话的招牌 店主是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 见他模样可怜 不像坏人 便打了水让他洗去血污 还问他要不要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他摇摇头 他想做的只是给庆春打电话 庆春接电话的声音不像第一次那么急切了 他问 有事吗 你现在在哪儿 就算有事吧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什么事 你电话里说方便不方便 你最好出来 我想见你 庆春有些犹豫 搞不清萧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见面的地点约在庆春家附近的一个商店门口 萧桐按照女店主的指引 很快坐上了近郊的公共汽车 她在三环路下车又换成了面堤 赶到约定地点时 庆春已经满脸不快地等候了多时 萧桐下了车 她这副脸孔让庆春大吃一惊 脸上的布满为之一扫 她问 这是谁打的 萧桐说是他们打的 庆春马上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立即把她领到了自己家中 一边问 一边帮她擦药 检查伤势 并且让她在自己的卫生间里冲了澡 还去附近的房里要了衣服 让她换下沾着血迹和泥土的衣裤 在这个过程中 她有意地让庆春看到了自己半裸的身体 萧桐的身体匀称而健康 她深信上面的亲子伤痕 反而会使自己显得更加性感 她偷偷地留意着庆春的眼神 不免暗暗失望 因为那眼神居然没有半点回避 她看着她时就像是她的姐姐 甚至像一位慈爱的母亲 和文艳和欧阳兰兰的眼光完全不同 洗完澡 穿上干净松软宽宽大大的衣服 坐在庆春的小客厅里 喝上一杯她亲手泡的热茶 萧桐被这温馨所陶醉 这使她在描述今晚的遭遇时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庆春一边听 一边记 一边问 时间 地点 过程 人数 每个人的长相 他们说了什么 骂了什么 有没有带凶器 详尽而具体 问完了 她松了口气 你别害怕 我看你并没有暴露 可能是欧阳兰兰真的生你气了 所以找几个朋友教训教训你 这不要紧 萧桐说 我不能让他们这么白打吧 你明天可以在乎欧阳兰兰 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质问她 我想这事出了以后 她会和你接触的 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千万别跟她斗气 那我挨的这顿算为了谁 为工作 萧桐鼓着嘴说 工作是你交给我的 我是为你干的 所以应该说是为了你 庆春点破她的无赖 这个情我不能领 在你为我们工作之前 欧阳兰兰已经在跟你闹翻了 我给不给你工作 你这顿老拳都逃不掉 再说了 就算你为了我 那我又为了谁 你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的事业 破了案 你可以升官 受奖 我没说错吧 萧桐鼓一脸狡献地看着庆春 庆春索性笑笑 不拿这话当真 那将来我要是真的得了奖 全都给你 萧桐说 君子一言 庆春道 四马难追 轻松了这一下 萧桐又说 告诉你 他们打我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管 我就光护着眼睛来着 只要眼睛保住了 怎么着都行 庆春问 为什么 因为眼睛是你给的啊 庆春这回很领情地笑了笑 马上又严肃起来 她说 萧桐 有件事你可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你只要说的是实话 我就不批评你 但是必须是实话 知道吗 萧桐疑惑地问 什么事啊 你和欧阳兰兰 你们之间到底怎么样 你们之间 有没有那种事 哪种事 就是那种事 萧桐马上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大有不平反昭雪 恃不罢休的架势 我和她 绝对没有啊 我可以发誓 以我的人格 以我爸爸妈妈的人格发誓 那为什么他们骂你耍流氓呢 这一问 倒把萧桐问愣了 她不由恨得咬牙切齿 这个欧阳兰兰 我一个指头都没碰过她 她怎么可以这样泄口喷人 静春安抚地说道 好了 我相信你 但是我有个要求 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什么要求 快说 你和欧阳兰兰 今后如果能够恢复接触 要尽快和她父亲 建立某种联系 对欧阳兰兰兰兰 可千万别摆出谈恋爱的架势 以别让她往这方面发展 更不能到最后 真的和她有了这方面的关系 那你就不能自拔了 庆春 庆春居然会 忌讳她和欧阳兰兰的这种事 这反倒让萧桐感到惊喜 她恨不能把心掏出来 给庆春看 我绝不会和欧阳兰兰 做这种事的 我心里只要有喜欢的人 对其他人都不会动一点心的 我绝不能对不起我心上的人 萧桐很希望 庆春能问 谁是你心上的人 可庆春偏偏没问 她把记录本一合 说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吧 趁现在街上还有出租车 另外啊 明天你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 有没有伤的骨头 萧桐依依不舍地 喝完了杯子里的茶 在把杯子放到旁边的茶几上时 她的目光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她看到茶几上 摆放着她送给她的那个水晶相框 相框里镶着一个男人的照片 她知道那老气横丘的男人是谁 刚刚明朗的心情 一下子又变得暗淡起来 她站起来告别 庆春看着她穿着她父亲的 肥大的汉衫和长脊膝盖的裤衩 发笑说 你就穿这个回去吧 别些难看 脏衣服留下来我帮你洗一洗 萧桐告辞了 出来 她并没有马上走 而是在庆春家的楼下 站了一会儿 直到看见庆春房间的灯 熄了才走 并且用心记下周围的特征标记 以防下次自己来时 找不到这里 第二天上课 几乎人人都问 萧桐脸上怎么回事 她说和人打架打的 再细问 她便语言不详 顾左右而言塌了 卢灵东消息灵通 也专门跑来探闻商事 见了她这轻种模样 便是一脑门的胶着 哎呀 这都几号了 离七一连奖比赛没多少天了 你这样子 她怎么上台 萧桐说 赶快换人吧 别废话 你赶紧好好养 确实 她身上的疼痛 昨天还不觉得什么 今天才开始巴坐出来 疼得她一有空就想往床上躺 一躺就不想起来 中午 欧庆春诱惑她的BP机 她只有在这时 才会忘掉周身的疼痛 从床上跃起 三步并坐两步 跑下楼去打电话 庆春在电话里问她 你今天去医院了吗 医生怎么说的 我还没去呢 本来同学老师就已经议论纷纷 说什么都有了 我不想再为这事缺客 无论如何 我觉得你还是该去一趟 万一有事耽搁了治疗 年纪轻轻的 别再落下点残疾 萧童笑笑说 我会去的 不过残疾还不至于 残疾了 我顶多独身 谁也不娶了 残疾了 我也就不做那个梦了 庆春在电话里停了一会儿 才说 别走在梦里啊 梦总归是梦 梦总要醒来的 身体没病 才在现实 焦童问 你是真心疼我 还是怕我残疾了 耽误了你们的工作呀 庆春口气显得有些不快了 随便你怎么说吧 我话说到了 去不去医院 在你自己 萧童还没来得及 说抱歉的话 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她兴兴地拿着话筒发愣 直到有人在喊她 萧童 有人找你 一个路过的同学指指门外 她顺指出了楼 在楼前红红绿绿的黑板抱下 一身精干打扮的欧阳兰兰 正目光如灼地看着她 她心头窜起一股无名怒火 牛身就往回走 欧阳兰兰跑过来 拦住她的去路 她冲她喊了一声 你还想干什么 欧阳兰兰一把抱住了她 失声痛哭 这一弄 反倒把萧童弄得手足无措 周围过往的同学 无不侧目而逝 萧童想 她在学校真是快成了一个绯闻人物了 她推开欧阳兰兰 冷淡地说 你还哭什么 欧阳兰兰仰头看着她脸上的伤痕 她想用手摸摸 但萧童躲开了 她停止抽气 说 萧童 你应该听我解释 萧童看看左右 过来过去的人络绎不绝 她狠狠地说 好 我听你解释 便领头向楼外走去 她想把她领到湖边 走到一半又转念 那湖边是她和欧庆春第一次畅谈的地方 已成为她心中的一道风景 有纪念意义 于是 她改道 把欧阳兰兰 领到了学校的图书馆 那图书馆的门前 有几十级宽阔无比的台阶 中午这里只开侧门 所以台阶上肃然无人 没等她开口 萧童第一句便说 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们白打的 你让那几个小子等着点 欧阳兰兰说 萧童 不是我让他们去的 是我爸爸 是她让他们去的 他们去找你 我完全不知道 萧童恶狠狠地看着她 你不和你爸爸胡说八道 你爸爸怎么能让他们来找我 欧阳兰兰的眼圈又红了 她红着眼叫喊 她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 可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 这句我爱你 让萧童多闪不及 她最怕欧阳兰兰说出这句话来 面对这句话 她显得有些无措 不知道该怎样反应 只是不假思索地 冲她叫喊 你爱我 所以我就得接受你爸爸的教训 是不是 欧阳兰兰稍稍平静了一下 说 因为她不让我和你来访 她说我 她说我应该找一个 稳重的 条件更好的 年龄大一些的人 她想让那人带我到国外去 我爸有钱 他可以让我在国外生活得很好 但是必须有个牢靠的人 带着我去 可我只喜欢你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 我就忘不了你了 萧童看着天 天蓝蓝的 蓝的那么透彻 那么饱和 而几朵白云又蓬松地翘到好处 她想 她也是这样 从见到庆春的第一天 就忘不了她 欧阳兰兰兰说 我告诉我爸 我一定要跟你 我爸这几天不停地劝我 我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我一急 索先就告诉他 我和你 已经有了 欧阳兰兰停下来 萧童脑门上几乎冒出火来 瞪着眼问 有了什么 你和我有了什么 欧阳兰兰理直气壮地说 有了那种关系 我告诉他 我们已经有了那种关系 我不想再跟第二个人 萧童气急败坏地 几乎无法言语 你 你 你凭什么把这桶脏水 扣在我的头上 你有什么权利 欧阳兰兰像吵架一样的 大声辩解 我不这么说 我又能怎么说 我这么说 我又没有恶意 萧童手足无措的马 你混蛋 你必须 你必须去跟你爸爸说清楚 我和你什么都没有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永远没有 欧阳兰兰说不出话来 她只是红着眼睛 憎恨地看她 两人都不再说话 都累了 有点精疲力尽 沉默了很长时间 萧童的怒气 渐渐平息了 她闷声说 我要去上课了 便往台阶下走 欧阳兰兰在身后叫她 萧童 下了课 我来接你 萧童回头 萧童说 我不学车了 不是学车 是我爸爸要见见你 还要揍我吗 不 他同意我们交往了 所以他要见你 萧童一挥手 刚想拒绝 但他张开嘴 又闭上了 手也只是空挥了一下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庆春给她的那个任务 似乎已经可以开始 意识到 他接近欧阳天的机会 已经明确无误地 摆在了面前 晚上天刚擦黑 萧童终于又坐上了 欧阳兰兰的汽车 离开了学校 他以前想不到 在和城里几乎同样拥挤的 北京的近郊 在离他们学校 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 竟然藏着这样一座 华丽而又幽静的庄园 汽车不过只 急行了七八分钟 便离开公路 穿过一片果林 又绕过一片樱桃园 一条笔直的林荫路 把他们带到那 世外桃园般的院落 院子里有清脆的草坪 和苍绿的老树 簇拥映映着 一幢欧式的别墅 别墅灰白色的墙壁上 爬着这个夏天 心生的藤蔓 百叶窗里 卸出的灯光下 有两三飞虫起舞 舞出了几分 怀旧和有闲的情调 这就是欧阳兰兰的家 欧阳兰兰把车停在 别墅的门前 立刻有一个农村小伙 模样的佣人 跑下台阶 随着酒店门童的动作 毕恭毕敬地 为他拉开车门 另有一位穿着 鼻挺西服的臃肿男人 站在门口 笑呵呵地招呼道 兰兰回来了 欧阳兰兰并不理睬 那中年男子平庸地微笑 拉着萧桐的手上台阶 目不旁顾地进了客厅 她把外衣脱下 扔在沙发上 才可有可无地 把那中年人介绍给萧桐 这是老黄 我爸的助理 欧阳兰兰并未向老黄 介绍萧桐 便在沙发上坐下 一个女佣端来两杯茶水 摆在茶几上 萧桐向老黄伸出一只手 自我介绍 我叫萧桐 啊 我是黄万平 幸会 老黄谦恭地和他握手 通了姓名 然后对欧阳兰兰说 你爸爸在楼上 我去告诉他 你们来了 老黄上楼去了 一只大黄猫 敏捷地跳上沙发 拱着背 在欧阳兰兰身边蹭来蹭去 极尽亲热之能事 欧阳兰兰抱起他 对嘴亲了一下 又想萧桐介绍说 这是小黄 不过现在应该叫他老黄了 他刚刚做了妈妈 这可是最纯最地道的波斯猫哦 小黄和主人亲热完了 像完成迎接仪式一样 跳下沙发 不太雍容地走了 欧阳兰兰喝着茶 让萧桐坐下 萧桐没坐 站在屋子当中 举目四过 这是一间很不小的客厅 家具和灯具 显然都不是国货 装饰和摆设 不无俗气的堆金器鱼 夸张地展览着一种 并不协调的奢靡 欧阳兰兰问 喜欢这儿吗 萧桐宁紧地答应 啊 还行吧 以后这房子也是你的 这儿叫樱桃别墅 萧桐没有对这种 千金一致的慷慨 做出任何反应 反而冷淡地问 你们家是爆发户吧 欧阳兰兰兰无动于衷地看着她 丝毫不觉得尴尬地答道 就算是吧 萧桐站在窗前向外看 天已经黑了 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窗户都是紧闭着的 玻璃上轻轻点点 趴着不少野外的飞虫 这是个闷热的夜晚 但屋里的空调却冷得逼人 她问 你们干嘛要住到 这么个荒郊野地里来 住这儿不寂寞吗 不害怕吗 欧阳兰兰说 我们在城里有公寓的 带你到这儿来 一是离你学校近 又不堵车 二是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在城里住冠的人呢 都会喜欢这儿的 说不定 你还可以挨屋及屋 萧桐看了一眼欧阳兰兰 你就是屋 欧阳兰兰笑而不答 老黄从楼上下来了 传指说 老板请萧先生上去 欧阳兰兰从沙发上跳起来 对着萧桐说 走 老黄说 你爸爸叫萧先生自己上去 他想单独和他谈谈 欧阳兰兰把探寻的目光 递给萧桐 萧桐镇定了一下 竭力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独自向楼上走去 楼梯是木制的 模仿了欧洲古堡里那种 一幅当官万幅莫开 防御型楼梯的狭窄 萧桐吉利把脚步放慢 显得若无其事地 十击而上 除了他的脚步声 楼上静得如同一座空窄 正对着楼梯有扇房门 和楼梯的狭窄恰成对照 那门又宽大的不成比例 门半开半延 萧桐敲了敲 无人应声 他便大大方方地推门而入 这是一间光线黑暗的书房 和楼下客厅的浮华相比 这里又显得古朴有余 通天到地的书橱上 略显繁复的 镶满古罗马风格的雕花木式 不无刻意地强调着 一种贵族式的陈旧 写字台置于窗前 宽大而厚重 遮光窗帘拉得严丝合缝 头上滴滴地旋垂着 半亮的青铜吊灯 光线的萎靡 不免使这屋子里 有了几分昼夜不分 晨昏不变的 沉浮气和颓废感 倒是写字台右侧 安装的一台电脑 赫然是一出房间主人 所处的时代 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但能听见隔壁卫生间里 有冲水的声音 萧桐身边 一只仿旧的皮质沙发 显然也是模仿了 三十年代的样式 而磨损的皮面 和褪漆的木框 都逼真的恰到好处 像摆在角落里的 一个陈年的故事 他犹豫着 不知自己该不该 在此坐下 他的心跳有一些慌乱 卫生间的门响了一下 欧阳兰兰的父亲 欧阳天出来了 穿着绸子的中式睡衣 有点像电影里那些 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 他几乎没对萧桐看一眼 便禁字在 写字台后的 大班椅上坐下来 然后才说 你也坐吧 萧桐在皮沙发上坐下来 那沙发比他想象的要硬 他们隔得很远 灯光昏暗 他几乎看不清 欧阳天的脸 只感觉 比初见的印象 要病态苍老 声音也显得沉闷粗雅 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萧桐如实说 二十一岁 欧阳天啊了一声 然后头枕以背 仰面朝天 不知再想些什么 少起才说 我原来一直想 给兰兰找个年纪大一些的对象 兰兰太任性 需要男人哄着他一点 让着他一点 过一段时间 兰兰就要到国外去定居了 国内各方面总是变来变去 不一定什么时候 就不适合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生存 所以我想让兰兰先出去 我一时还留在国内 所以就希望 有个人能在他身边照顾他 你能吗 萧桐含糊其词地说 这我可说不好 欧阳天似乎对他的回答 有些不满 也有点意外 他愣了一下 无奈地说 随他了吧 只要他心甘情愿 两人都沉默着 似乎话不投机 欧阳天最后闷闷地说 你下去陪他吧 萧桐没有想到 与欧阳天的见面 如此短暂就结束 他松了口气站起来 说了声再见 就往门口走 不料欧阳天又叫住他 兰兰有几个大哥 平时很疼他 所以对你出手重了一些 我替他们道个歉 萧桐站在门口 一只手已把那扇宽大 而沉重的门拉开 欧阳天一说到这件事 萧桐脸上的表情 不由带出了几分凛然 可惜你们都搞错了 我对欧阳兰兰什么也没做 我不是那种见了女孩 就走不动的人 他看见欧阳天张开嘴 一脸愕然 他带着胜利的微笑 说声打搅了 便走出书房的婚案 他此时的心情 因为最后的这个声明 而痛快起来 他鲜明地感觉到了 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形象 比起在日本餐厅 第一次见面那天 增添了应有的尊严 晚饭就是在这间别墅的餐厅里吃的 菜是家常菜 但做得极精致 餐具也极烤旧 欧阳兰兰边吃边喂小黄 而欧阳天则和老黄 对着喝了一些白酒 话也多了一些 期间的气氛 由此而透出几分 轻松和随意 欧阳天问萧桐身体如何 有不得过大病 萧桐说 除换过脚膜外 从未住过院 欧阳天说 好像瘦了点 兰兰马上维护着插嘴 瘦才精干呢 他这么小岁数 要是像老黄那样 那就叫胖堆了 老黄扭动得中年发福的身子说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和萧桐一样 野兽的精干 萧桐解释说 学校里的伙食厂 谁要是想减肥 到我们那边吃上一个月 保险见效 欧阳兰兰于是 不时时机的圣邀萧桐 你以后可以每天晚上 来这吃饭 这儿的厨师 做饭特别好吃 瘦到没什么 但营养要跟上 萧桐推辞道 你天天去学校接我 同学都有议论了 还是免了吧 欧阳兰兰口惠实质地说 我给你一部车 你存在你们学校 对面的停车场上 自己开车来 不过十几分钟的路 吃完了你就走 一点也不耽误你晚上自习 萧桐听到 能让她独自驾车 不免东西 她刚学会开车 正是引大的时候 于是问 我的技术 你放心吗 欧阳兰兰笑道 我看可以出师了 我刚上路的时候 还不如你了 回头我再给你搞个驾照 有了本子 你就是司机了 萧桐说 刚学了这么几天 考本子谈何容易啊 欧阳兰兰歪门斜道地说 到外地去搞个本子 再到这儿慢慢想办法换 有什么不容易 她直指老黄 她有办法 别说车本了 连身份证 也能给你弄几个来 老黄讨好的对萧桐说 哎 兰兰交办的事 我可比老板的事 还办得勤呢 这个晚上 萧桐和樱桃别墅主人的 每一句对话 都在第二天中午 以庆春的街头时 一段不落地做了复述 他们街头的地点 就安排在离学校不远的 一个商场的后门 这是庆春早就选定的地点 萧桐按照她教给的 反跟踪的方法 从学校出来 先是装作逛商场 三转两转 转到后门 后门是一条狭窄的胡同 庆春的车就停在那里 萧桐上了车以后 车便开动 五秒钟之内 已拐出胡同 融入了大陆上 滚滚如潮的车流 庆春对她进入 欧阳家第一天的表现 感到满意 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这使萧桐非常高兴 同时 庆春也赞成 她利用每天 去吃晚饭的机会 更多地接触 欧阳兰兰的父亲 在这次街头时 她还告诉她 应该对什么东西 更仔细些观察 对她们说的哪一类话 要特别留意 以及诸如此类的侦查要领 交代完了 庆春让那个叫杜长发的司机 把车开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屁镜处 把她放了下来 萧桐下了车 自己慢慢往学校走 离下午上课的时间还早 所以走得不必太急 天上的太阳非常刺眼 但并不独热 萧桐轻松愉快地 看看挤在路边小摊子上 叽叽喳喳的孩子 和在人行道上 慢慢行走的老人 觉得身边的一切 都非常动人 晚上欧阳兰兰兰来了 她给萧桐带来了一部手持电话 她说 既然你在学校打电话那么难 这大哥大 你就留在身边用吧 她同时开来了一辆日本丰田 萧桐对车很熟悉 她告诉兰兰 这车的车型叫丰田加美 车子八成新 正好是好开的时候 也是无稽变速 萧桐一路开到樱桃别墅 感觉非常顺手 在别墅的院子里 已经停了好几部车 想必屋里是高棚满座 但他们走进大门 才发现客厅里空空如也 欧阳兰兰兰见老黄从二楼下来 便问她谁来了 老黄直指楼上说了几什么 兰兰也没再多问 萧桐看出来 他们都有点神神秘秘 晚饭是兰兰单独陪萧桐吃的 吃完以后 兰兰问萧桐是否着急要走 萧桐看一眼楼上说不着急 于是他们就一起去后面小黄的窝里 看小黄的两儿一女 一个女佣正用拔了针头的注射器 隧隧猫仔的嘴里喂奶 看得萧桐啥事惊奇 然后他们又回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泡了茶聊天 萧桐问 你们这房子盖了多久啊 这是谁的呀 欧阳兰兰说 我们要在这儿投资建一个大型主题游乐园 叫樱桃乐园 地是农民的 他们很希望大业公司到这儿来投资 所以就先画了一块地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盖了这幢樱桃别墅 那游乐园你们到底盖不盖呢 是真打算盖还是随便说说 骗人家农民呢 当然要盖 正办审批手续 什么争地啊 青苗环保农转非安置 文化娱乐行业管理等等等等 要该上百个图章 要办妥一切 绝非一朝一夕 再说了 资金也没有筹齐 既凑满了投资总额 还差了一个亿呢 萧桐敲道 看来农民要沾上你们的好处 怕要发扬鱼公一山的精神 子子孙孙 等好几辈子了 欧阳兰兰辩解说 哪儿啊 我们已经跟他们有合作了 他们在城里原来开了个酒楼 不景气 净亏钱 我们投资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豪华歌舞厅 叫帝都夜总会 你听说过吗 生意火的那叫一个不行 你喜欢唱卡拉OK吗 萧桐说 唱歌不行 蹦地还凑合 兰兰说 哪天你有空 我陪你去蹦 两人正漫无边际 言不及意地聊着 只听楼梯响动 萧桐侧身一看 见欧阳天陪着几个男的走下楼来 那几个男的 厨艺人西服革履 去雨宣昂外 其余皆是短衫载裤 一副走街串巷的打扮 那位绅士派头的客人 冲欧阳兰兰打着招呼 说 欧阳小姐越长越好看了 是人风喜事 还是保养有方 欧阳兰兰只是站起身来 表示礼貌 面容却冷冷地 并不回话 那几个人的目光 一致扫了一下萧桐 老黄连忙介绍说 这是兰兰的男朋友 他们才收回沈氏的目光 面露和气地招呼两声 一行人走到门外 站在汽车边上说话 欧阳兰兰兰起身说去卫生间 老黄则向萧桐 要了丰田家美的车钥匙 说着车挡住了路 他去挪一挪 客厅里不欺然只剩下萧桐一人 萧桐走到门边 轻轻把门打开一道缝 想听听院子里的交谈 这时有人已经上了车 几个声音都在说着告别的话 突然有人说道 罗老板 明天的货 你最好还是亲自去看一看 如果有问题 可以和他们当面谈 接下来是欧阳天的声音 你们原定在哪看货 在004国道的边上 那儿有个仓库 又是欧阳天的声音 要当场交钱吗 如果对货满意 对方倒是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以你还是亲自看一看为好 毕竟是上百万的东西呀 欧阳天还是说 我不去了 货好不好 你比我要懂 你去看看就行了 你把钱带好 确实货真价实的话 你就替我拍板 这几句话 让萧桐听得十分清楚 从门缝里看 说话的正是那个西服革履的客人 这时 兰兰突然在身后叫住她 冷不方吓了她一跳 焦童 你要走吗 她回头强坐镇静 顺水推舟 对 我也该走了 过几天学校有个演讲比赛 我还得抓紧背词呢 她一边说 一边走出屋子 来到院里 那几位客人都已经上了车 她特别留意了那位西服客人的车子 是停在最里面的一辆白色的奥迪 她礼貌地和欧阳天简短道别 然后拿过老皇帝来的钥匙 上了自己的丰田家美 车还没发动 欧阳兰兰又跑过来敲她的玻璃 她把车窗玻璃摇了下来 用目光询问 欧阳兰兰说 明天来吃饭 她冲她点了下头 把车发动起来 见到白色奥迪 不知磨蹭什么 尚未启动 便又转头和欧阳兰兰说道 告诉你们老皇 向别人介绍 就说我是你朋友 前面别加那个男子 兰兰翻着眼睛 你不是男的 这时连同白色奥迪在内 几辆汽车都已发动起来 马达声充满了 这个本来十分清静的院落 萧桐不得不抬高声音 咱们说好的 现在是普通朋友 您忘了吗 欧阳兰兰生气地在汽车上拍了一下 她也抬高嗓门 声音中透着一股豪气 豪 我没忘 你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萧桐看着她 也看着那白色奥迪从她面前开过 她大声对欧阳兰兰说 欧阳兰兰 我佩服你 你佩服我什么 我佩服你的个性 她踩了一下油门 丰田家美冲了一下 向开出院子的白色轿车追去 叶木深重 那条笔直的林荫道两旁 栽着高大的白羊 黑悠悠的滑盖把头顶遮得不见一线星云 他们这一串闪亮刺目的车灯 在林木间鱼罐蜿蜒 穿过苹果林 绕过樱桃园 开上通往城区的大路后 方作鸟兽散 萧桐紧跟在白色的奥迪之后 寸步不离 通过自己车前的大灯 她看见奥迪那位照亮的尾部 挂着金翼05320的牌照 很快 他们上了三环路 奥迪加大油门 高速行驶 萧桐驾车的技术开始捉襟见肘 显出本相 眼看着那辆奥迪 像野马一样 在三环路的车流中 左凸右冲 而自己的丰田佳美 稍作追赶 便显情无数 没用多久 她就望尘莫及 任凭那一团白色忽隐忽现 淹没在前方密密麻麻 兴罗齐步的红色尾灯之中了 这两天 欧庆春换了感冒 所以晚上不到十点便上床睡觉 父亲上次生病 剩下的药里 大概有普尔敏的成分 吃过之后 便会昏昏欲睡 正睡得模棱两可 她的BP机突然狂叫起来 又是萧桐 她强征着用手持电话回电 萧桐说 她正在三环路附近的 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有点情况 希望与她会面 庆春凭经验感觉到 这次可能确有情况 因为萧桐的口气 不像前两次那种 没事找事的无聊 她和她把街头地点 约在位于两人之间的 建国门逆交桥下 便匆匆下楼 拦了辆出租车 便向二环路方向开去 时间毕竟太晚了 她不方便再让萧桐到她家来 尽管她自称有车 他们很快在建国门桥下见了面 萧桐果然开着一辆漂亮的丰田 他们就在这车里 坐了大概一刻钟的交谈 然后庆春又当着萧桐的面 呼叫了队长李春强 午夜十二点钟刚过 庆春 李春强 杜长八和刑警队能教导的所有干警 已经集合在指挥中心开会了 处长马战福也从家里匆匆赶到 主持了这个会议 情况既简单又紧急 根据萧桐听到的情况判断 在天亮后的某个时间 有人要向欧阳天交一笔货 价值在一百万元以上 地点是004国道附近的一个仓库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是当欧庆春把情况汇报完以后 处长却表现出一反常态的犹豫 不做明确表态 反而不断地把刚才已经谈到的细节 又拿过来重问 仿佛其中有什么矛盾和破绽 李春强不得不僭越地抢先发言 他力主抓住时机 把这个案子一举端掉 如果能在那个仓库里人赃俱货 我看626案完全可以全破货了 哪怕欧阳天并没有出现在交货现场 但凭萧桐的证词 再加上其他嫌疑人的口供 也完全可以给他定罪 大家全看处长 处长摸着下巴 谁都解读不了他脸上的迟疑 那迟疑在此时仿佛格外地深刻 处长摇头 这样一来 这个案子就太小了 我原来估计 这个案子的架势要大得多 很像是有国际背景 远远不止一个欧阳天 一个一百万 杜长发也觉得这是个疑问 这一端 即便是人赃俱货 后面的事可就难了 他那些分公司和他有什么内幕关系 他的点线部署在什么地方 他的货源的来路和出路 这些我们最想搞清楚的问题 就全得依赖审讯和搜查的结果 能扩大多少战果 非常难说呀 李春强见杜长发并未呼应自己 有些不满 口气生硬地坚持己见 可一百万的货在那摆着 两方毒贩光天化日之下 在那交接 我们现在不动手 更待何时 以后万一没这个机会了 这责任谁来承担 再说了 要是真让一百万毒品流入社会 内损失可就更大了 杜长发显然也知道是这个道理 但李春强的口气使他多少觉得 有点拿大道理扣帽子的味道 于是壮胆再次反论着说 咱这不是讨论问题吗 我的意思是 咱们现在办这种大案子 就要有点大气魄大手笔 那些小得小利放在那里别动心 有些小败小失 也得承受得了 沉得住气 咱们要盯就盯到底 要端就端那大个的 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 当然了 我不是说咱诚心把一百万的毒品 流到社会上不管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听来听去你就是这个意思 客观上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要不然怎么说 你这个人常有理 你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造成损失了 还落一个大手笔 李春强的帽子 这下真扣上去了 杜长发一看李春强 话说的比较难听 知道自由讨论的空气 已不存在 便忍气吞声住了嘴 处长摆摆手 示意李春强打住 他转脸问青春 这情报 你看准不准 处长的这么一问 青春预感到 他是决定要端这个案子了 他点头说 应该没问题 他听得很仔细 尽管内容不全 但是时间地点事件的性质 基本上都有了大致的方向 哦 他还跟踪了那家伙一段 可惜他刚学车 手太潮 跟不上 半路给丢了 大家都笑笑 议论说 这小伙子还行啊 连外线跟踪都自己招呼上了 青春没有效 他倒是想 如果这时让他也表个态的话 他也只能同意李春强的观点 拿一百万的毒品 放长线扩大战果 万一人赃两空 谁负得了这个责任 但是 作为主办这个案件的侦察员 杜长发的想法 确实投合了他的愿望 他想 我们现在手里 毕竟有了一个 可以深入进去的耳目 内线侦察大有可为了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机会啊 如果匆匆破案 确实有些可惜了 处长没有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由于时间紧急 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 来终止这场讨论 这样吧 你们分几组行动 第一 马上查清那辆白色奥迪的下落 那件说是天津的牌照 肯定停在什么饭店旅馆的停车场上 要马上通知各分局连夜查找 第二 马上派人到004国道沿线的派出所去 查这条公路附近的所有仓库 包括单位内部的仓库 派出所对情况一般会掌握 第三 对别墅里的欧阳天 只监视 散不动 等交接现场 我们的抓捕行动结束后再动手 对欧阳兰兰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倒是可以留一留 看看他以后会有什么动作 杜长发咧嘴笑了笑 李成强不满地问 你笑什么 杜长发看看处长有些不好意思地忍住笑 说 怎么像杀了李玉和留个李铁梅似的 全场都笑了 散了会 按照李春强刚刚分好的组 刑警们离开了指挥中心 分头出动了 处长还留在指挥室里 跟主管局长的家里打电话汇报 庆春分工负责那辆汽车的查控工作 向各城区分局部署完毕之后 已是凌晨三点 他坐在指挥中心 等着各分局的报告 人一静下来 晚饭后吃进去的感冒药和感冒 好像同时发作 全身隐隐作寒 困顿百生 他想到萧桐 那个既玩世不恭 又充满热情的大男孩 居然这么大的手眼 刚进欧阳天家 不到48小时 就奇迹般地 拿到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以前也真是看低他了 从萧桐的神情上 他知道 他更是希望这个案子早点结束 他也许已经对欧阳兰兰 那种死缠烂打的追逐 和他自己这种 必须若即若离的角色 感到厌倦 也许他巴不得 早一点 赶紧漂亮地 向他教这个差 庆春想想 自己也笑了 如果明天大功告成 萧桐更该有资本 缠住他 没完没了了 凌晨5点30分 接到西城分局的电话 他们在民族饭店的停车场上 找到了那部挂着 金105320牌照的白色奥迪 从这时开始 一切部署都有了实现的可能 004国道沿线的派出所 也报来了几个 可能会用作交货地点的仓库 一时间 指挥中心忙乱起来 接听报告 调遣力量 沟通情况 电话声此起彼伏 杜长发带着负责监控 欧阳天的小组 已经出发到樱桃别墅那里去了 庆春用自己的手机呼了萧桐 然后带人离开指挥中心 开车前往燕京大学 路上接到萧桐回的电话 庆春叫他马上到老地方等 他们说的老地方 就是学校对面商场后门的 那条胡同 在胡同口 他们接了匆匆赶来的萧桐 往民族饭店走 这时整个城市刚刚苏醒 接上行人的脸上 还挂着睡意未消的眷容 马路上汽车喇叭的乌烟 由稀疏而渐渐密集 车速慢下来 他们不得不挂起警灯 拉响警笛 在三环二环的车流中 像F1大奖赛那样摇摆超越 快到复兴门利交桥 他们才收起警灯和警笛 掩齐息鼓地 悄悄开进民族饭店的停车场 先期到达的刑警 已严密地控制了车场的 各个出口 庆春的车停在那辆 金字头奥迪的鞋对面 没有熄火 萧桐坐在车的后座上 庆春让她透过贴了 茶色太阳膜的车窗 盯住那辆车子 萧桐被带到这里 似乎有些不情愿 她拔出手机的天线 要打电话 他们什么时候出来啊 我今天上午有大课的 我得打个电话去请个假 我们现在考勤可言呢 缺课就扣分 回头我要是避不了夜 我哪喊冤去 车上的一个警警说 没事 真影响了你的学业 我们可以去和你们 学校领导交涉 实在不行 让你再多学一年 刘吉啊 我可丢不起这个面子 庆春一心地问 你拿谁的电话 萧桐熙的一笑 嘿嘿 是欧阳兰兰给我的 她为你们破案发挥作用了 刚才我就是用她 给你们回的电话 庆春夺过电话 把她关掉 又扔还给她 听着 以后凡是和我们联系 都不要用这部电话 你知道他们爸 没挖过机 你知道他们 会不会串个分机 你用他和我们联系 不是找死吗 万一你打完电话 没消耗 电话号码留在里面 也是个隐患 萧桐听爸 看一眼手上的电话 像拿了个炸弹似的 脸色发白 他们 他们不会已经知道了吧 看上去 他就像小孩子 听了大人的吓唬 立即害怕起来 但庆春没有回答他 因为这时车上的 无线通话机 已经发出了警报 他们一起抬头往外看 有两个人 一前一后走向目标 庆春问萧桐 萧桐 看 试试他们 萧桐说 开车门的那个是 庆春马上用 无线通话器 发布命令 注意注意 目标锁定 目标移动了 跟紧了啊 他们的车子 也迫不及待地挂上档 萧桐急着说 没我事了 我要下车 开车的刑警说 还来不及了 说话时 他的车子已经开动了 让他下去 庆春命令 司机踩了制动器 萧桐拉开车门 在他下车的一瞬间 庆春嘱咐了一句 晚上别去那吃饭了 当然了 萧桐把一句 如释重负的回答 留在了车里 车便开了出去 这时 这时至少已经有四辆 满载着警警队员的车 尾随着那辆白色奥迪 离开了车厂 路上 庆春和李春强通了电话 沟通了一下情况 这时的李春强 已经率队到达 004国道的起点 正等待着 与庆春会师 那辆白色奥迪 果然连圈子也没绕 直奔004国道 上了004国道以后 李春强命令 用三部车轮换着 跟踪奥迪 其余车辆全部远远的 跟在一里以外 以防暴露 走了并没有多久 白色奥迪便下了国道 改走小路 警警们的车辆 仍然分成前队后队两个阵型 互相用无线通话器联络着 以便随时侧应 庆春和李春强的车子 都在压后的一对 当接到前队通报 目标已经停车 并且已经进入了一处院落时 他们才全队加速 旋即赶到了现场 那是一个 有保安人员站岗的院子 从围墙的展幅看 院子的平方并不大 从洞开的大门向李张望 里边果然有一幢 大库房式的建筑 刑警的车辆 已开往围墙的四脚 对院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李春强又无线话机布置了一番 然后集中了五辆车 从大门正面 对院子发动了强攻 庆春的车子 是第三辆冲进院子的 他看见那辆白色奥迪 和另一辆桑塔纳 一左一右 停在仓库的门口 他们下了车 如迅雷不及掩耳破门而入 其声呐喊 气势如虹 这间仓库大而空旷 顶部有窗 像一个拆空了机器的大厂房 除了边边角角上堆些杂物以外 房子正中央 有四五个人 正围着一只两三米高的大木箱 在说着什么 众多警察 合枪实弹突然涌入 使他们惊慌失措 一个个面如土色 警察们大声命令 鸡手 别动 不去动 杀气腾腾 那五个人全部高高举起了双手 警春快步上前 命令刑警将他们从木箱边带开 从上到下 仔细地搜了身 搜身时 那五个人方开始喊冤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你们在抓什么呀 你们有没有逮捕证啊 我们要告你们侵犯公民权利 侵犯自由 他们七嘴八舌不停地叫喊 李春强挥挥手 让刑警们将他们带出仓库 押上汽车 剩下的巡警 全部围住那只 放在房子当中的高大的木箱 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两根翘杠 破坏性地翘皮着木箱 木箱的板子 轻刻间开裂破碎 散落一地 当箱子里的货物完全暴露之时 包括李春强和欧庆春在内 所有的人都惊讶得鸦雀无声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尊高至两米的 释迦牟尼流金大佛 高级长鼻 大耳垂尖 面容慈祥 结佳叠叠于莲花座上 双眼庄严地凝视着前方 从仓库顶部的窗户里 斜射进来的朝气勃勃的太阳光 强烈地披散在佛像的头顶和两肩 使这尊释迦牟尼的金身 更加大方一彩 刑警们全部扬起脸 看着那高不可攀的方额会幕 全部凝固在这艺术的辉煌之中了 五位嫌疑人被就禁押到了管界派出所 由欧庆春负责做了询问 询问中未发现任何问题 那辆白色奥迪的车主 是天津金业贸易公司的经理 也是靠北京大业公司 投资支持的私营企业 他自称是替香港天兰公司 向北京通华工艺品公司购买工艺品 而在大仓库里同时被拘的 就是通华工艺品公司的销售经理 和仓库的管理人员 这个仓库也就是通华工艺雕刻厂的仓库 木匠里的那个做佛 是按西藏大招寺供奉的 由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 释迦牟尼等身镀金佛像 仿制而成的贴金铸铜公艺品佛 售价110万人民币 今天是由买卖双方当面溢价验货 从五个人身上搜出的发票本 产品说明书等物证上来看 他们之间所进行的 确实是一场正常的 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商业交易 欧庆春还没审完 李春强就来了电话 告诉他对大幅的检查已经结束 未发现任何可疑 李春强在电话里的声音 带着不知是冲谁而来的 明显的不满和埋怨情绪 赶快放人吧 杜长发那个组 我已经通知他们撤了 庆春也知道这事非常作辣了 但他还是压着懊恼问了一句 对抓的这五个人怎么解释 李春强美好气地说 这不是你的特勤提供的情况吗 你就再替他圆圆场呗 你就说有人举报你们走私文物 你该道歉的就别过面子了 人家那么好还告咱们呢 庆春无话可说 放下电话 他到派出所的所长办公室里 找到协助他们问话的所长 通知访人 那五个人听说公安局承认搞错了 道生对不起要放他们走 竟一起闹到所长办公室来 你们说抓就抓 说放就放 你们有没有法律手续 你们把我们的产品包装破坏了 你们得赔 你们拧伤了我们经理的胳膊 得负责看病 报销医药费和营养补助 还有务工补助 你们必须做出书面道谢 你们得承认错误 你要没个正式结论不行 七嘴八舌 气势汹汹 不依不饶 正在这时 前面接待室有值班民警报告 说大业公司的负责人来了 要求见公安局的领导 欧庆春请所长帮忙应付一下 那几位闹个没完的人 自己到前面的接待室来了 他想 这也是一个机会 俗性正面会一会 这位大业公司的负责人 来人是个梳着背头 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递上来的名片上写着 姓黄 明万平 职务是大业公司的董事长助理 他说 刚刚接到通华工艺雕刻厂的电话 他们的人在这儿被公安局拘了 所以特来交涉 他们犯了什么法吗 他问道 请问他们当中谁是你们的人 欧庆春反问 曹万来和徐明德 是我们天津公司的人 他显然在说那辆白色奥迪的车主 欧庆春问 这尊佛像是你们大业买的 还是天津的公司买 哦 都不是 是香港天津公司买的 我们是受托代理 庆春见这位黄万平 人虽臃肿 但口齿清楚 答得不慌不忙 并无破绽 所以改变了按部就班 推进谈话的策略 突然转移话题 问道 那广东红发公司 也是你们大业的子公司吧 红发的经理翻用毒品 被武警部队击毙了 你们知道吗 黄万平依然不疾不虚 应答如流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与大业和红发都没关系 他参与犯罪 罪有应得 停了一下 他也承认 不过 对红发公司和我们大业 生意上 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了 欧庆春其实也是试探一下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他言归正传说 今天有人举报你们走私国家文物 看来是一场误会 我们很抱歉 黄万平这时才做出一份状 这究竟是谁在诬告我们 还真是商场如战场 明着竞争不过 就用暗器伤人 太卑鄙了 你不说 我也能猜到是谁 商圈里的人 小人太多了 太卑鄙了 太卑鄙了 清春应和着他 给你们带来惊吓和麻烦 我们深表歉意 希望你们能安抚一下你们公司的人 另外也做做通华工艺雕刻厂那几位的工作 我们表示感谢了 谢谢 这没问题 我们董事长交代我 只要事情搞清楚 就不要揪住不放了 山不转水转 这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碰头的 相逢一笑 敏恩仇了 以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 还需要公安方面多多支持的 我们大业公司在各地的子公司 分公司 和公安局的关系都搞得很好 你们在经济上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责无旁贷的 出点赞助什么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算是我们对社会治安 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谈得很好 很融洽 黄万平又到后面和那五个人一说 果然全都牺牲消气 不再吵闹了 雕刻厂的几位 开始还多少有些耿耿于怀 在黄万平表态 一定买下这尊作福 并且负担这个事情 造成了损失之后 也就再也不较真了 他们在离开派出所 和庆春等人告别的时候 双方的关系 看上去甚至还有了几分亲热 他们走了 派出所的所长悄悄问庆春 你们怎么搞的 这情报不准吗 庆春没有回答 他走出派出所大门 坐上了自己的汽车 周身都感到无尽的疲倦 心里恨不得 宰了肖童 中午 肖童下了大课 顾不上吃饭 就跑回宿舍 给庆春的手机打电话 他掩饰着兴奋 故意轻轻松松地 问庆春吃没吃饭 喝没喝酒 是否已经大功告成 正在庆贺 庆春在电话里沉默着 一句不答 他这才感到 有点不对劲 哟 怎 怎么了 是不是让他们跑了 庆春的口气 有点像审判人 你说他们今天要看货 他们要看什么货 从这口气上 肖童当然才到出了问题 他心里有些发慌 就 就是看货呀 他们今天 看了什么货 你问我呀 庆春极为不满地 抬高了声音 肖童脸上的汗 鼓灯一下冒了出来 嘴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庆春说 算了 电话里 就别谈那么多了 我以后再找你 你今天晚上还得照常去欧阳兰兰兰兰吃饭 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记着 一定要去 要是碰见昨天那几个人 你注意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听准点 庆春挂了电话 肖童兴高采烈的心情 一下子破坏殆尽 他心里骂道 我明明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搞砸了 怎么赖我呢 他心情败坏地 走到食堂去吃饭 在食堂碰上刚刚吃完 还没来得及刷碗的 卢林东 坐到他身边 不无得意的白货 哎 知道吗 演讲比赛延期了 这对咱们非常有利啊 他低头吃饭 他哪有心情谈什么演讲比赛 可卢林东依然兴趣盎然的喋喋不休 这其一 党委要安排活动太多了 市委 国家教委都有布置 安排得太挤了 我和韩副书记说 与其挤在一块沧桑促促 还不如改到校庆去呢 个系也可以准备得充分一些 这韩副书记还真同意了 其他系的演讲词 我都知道 大部分都是歌颂党的 只适合其一用 这一改时间 他们全得另起炉灶 重庆编词 我看啊 他们这暑假消停不了了 可咱们这词就没问题 这校庆离时宜又近 所以啊 这次演讲会的主题 就圈在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上了 咱们这词正好用上 咱们从从容容以一代劳 你脸上的伤到时也能养好了 不过 你放暑假可别松劲哦 别有轻敌的思想 抓空还得巩固巩固 这次咱志在必得 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卢林东后面说的什么 萧桐几乎全没听进去 她只听见卢林东最后的钉问 我的意思是 你听懂了没有 她糊里糊涂地敷衍了句 懂了 卢林东才端着碗走了 黄昏时天上下了场短促的阵雨 雨停后 她自己开车去了欧阳兰兰家 她一进门就问 你爸爸呢 欧阳兰兰说 下午去公司去了 一直没回来 你找她有事吗 萧桐摇头 没事 随便问问 从欧阳兰兰的表情上看 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 她亲亲热热地陪着萧桐吃饭 吃完饭 萧桐见欧阳天仍然没有回来 便不想久留 抹着嘴就说要走 欧阳兰兰说 今天是星期五 过周末你都不能少看一天书 坐着咱们聊会天吗 可萧桐还是想走 她说 我晚上还有事呢 是去会你的 女朋友吗 欧阳兰兰歪着头 有意把女朋友三个字 咬得很重 萧桐一笑 这张脸让你们打成了这样 我怎么见她 那等你快好了 我们就再打一次 让你永远也别见她 这时 萧桐已经走出门外 走向自己的汽车 她回过头 看着靠在门口的欧阳兰兰 说 哎 真是最多莫过富人心哪 她拉开车门 欧阳兰兰叫她 哎 明天你干嘛 还没一定呢 马上来吧 我们一起去蹦迪 我要来 会呼你的 她匆匆离开别墅 驾车往学校开 行之半路 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又噼噼啪啪响起了雨点声 她想起今天是周末 于是又调转车头往家开 她此刻的心情 和这潮湿的天气一样 灰暗的几乎要发霉 这样的晚上 她无心做任何事情 只想回家独处 她把车开到家 停在楼门前的空地上 锁好车门刚要上楼 猛然发现楼门口 站着一个轮廓熟悉的身影 她心情黯然地收住脚步 向了身影问道 你怎么在这儿 站在楼门口的是郑文彦 她不敢相认地 看着雨中的她 疑惑地问道 是你吗 萧桐 你怎么学会开车了 啊 我不是跟你说 我学车呢吗 这是谁的车呀 哦 是一个朋友借给我的 他们一边说 一边上了楼 萧桐拿钥匙开了门 文彦跟着她进了屋 看着屋里家具上的浮土 她问 呀 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我来了很多次 都没有人 萧桐脱掉外衣 打开空调说 啊 学校里事多 除了上课 系里还布置了很多额外的任务 像什么校庆演讲啊 她挂好衣服 回头看见文彦正在弯腰拖鞋 便问 你等多久了 找我有事吗 文彦换上拖鞋 到厨房里找出抹布 要打扫卫生 她回答道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萧桐帝换上拖鞋 走到沙发上坐下 看着文彦半蹲着 在面前擦着茶几上的尘土 犹豫了半天 她说 文彦啊 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 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的郑重的语气 像是意味着 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文彦的手慢慢停下来 但她没有抬头 问 谈什么 咱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 你觉得 你觉得咱们合适吗 我说 咱俩的个性 爱好 你觉得协调吗 你说呢 文彦抬起头来 她的声音是平静的 但目光却带出论战的味道 萧桐把心一横说 我觉得不那么协调 我这人你也知道 脾气的不好 心有硬 我不知道如何心疼你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更加知冷知热的人 而且我觉得 你看我目前还在上学 年龄也太小了 不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 文彦辩论似的打断她 我并没有让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 你看 我今天回来本来是想抓紧时间看看书 你一来 我就得陪你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看不下去的 你别找借口了 我两个礼拜才见你一面 我怎么影响你了 我和你相处两年半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别找借口好不好 萧桐这一刻心里承认 她是对不起文彦的 生活上 她对她一直无微不至 可她没有办法 因为她不爱她 她和她 不能永远这样 像演戏一样的耗下去 她不得不决定 吐出这么几个字来 我们 分手吧 文彦无力地坐在地板上哭了 她知道 萧桐迟早要说出这句话 但当她终于说出来的这一刻 无论她做了怎样的心理准备 她的泪水 还是禁不住夺框而出 萧桐也不劝她 也不看她 硬着心肠 听任她在自己身边抽气 萧桐 你说要分手 那好 我可以同意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你不是 你是不是又有喜欢的人了 萧桐真想脱口而出 是 但她开口时 却忍住了 她说 你别瞎分析了 没有 你敢保证 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说了 我现在是学生 我不想拿精力去琢磨这种事情 你敢保证吗 敢用你的人格保证吗 文彦叮嘱她 她心里有点火 你 你干嘛 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我骗你干嘛 真讨厌你 动不动就拿我的人格说话 你要信就信 不信算了 文彦突然悉行几步 扑在她身上痛哭起来 我不要离开你 我不愿意离开你 你这是为什么呀 萧桐推开她 站起来拉开房门 光着脚就跑出了屋子 她跑到了楼下 站在楼门口 望着眼前细密如枝的雨幕 什么也不想 就只想躲开她的哭声 雨越下越大 伴着雷电和风 楼门口黑着 没有开灯 也不知过了多久 楼梯上响起文彦的脚步声 她下来了 不再哭 她对萧桐说了句 你快回去看书吧 便跑进雨中 萧桐喊了一声 文彦 但她的喊声和文彦的背影 都在一眨眼间 被疾风咒语吞并 她心里有些酸楚 尽管她希望就这样结束 也知道文彦并未做错什么 他们分手全是自己的薄情 她回到房间里 无心看书 酸楚之后 又感到了几分轻松 毕竟该结束的已经结束 而结束之后又如何开始呢 幻想的一切遥不可及 这是她心烦意乱 青春中午在电话里的态度 使她又一次猜想 她和她之间 是否只是一种公事公办的来往 当她拿到她所期待的情报 她就对她兴致勃勃 热情有加 当她的情报被证实没有价值 她又马上扳起脸来 想起中午 青春的口气 她便心灰意乱 有几秒钟 甚至决心不再为她干了 但是 当文彦走了没多久 她的BB机突然狂叫起来的时候 她还是怀着小兔一样的心情 手忙脚乱地拿出来看 天哪 是她 看到BB机上那行 欧女士请你回电话的字 萧桐的激动不可遏制 她迫不及待 不顾后果地用手持电话 拨了青春家的号码 铃声只响了一次 青春便接了 她问 你现在在哪 怎么回电话这么快 萧桐说 对不起 我用手机打的 我怕你有急事 我家里没电话 青春似乎思考了一下 问 你有空吗 有啊 算了吧 外面下雨 我们明天再说吧 没事 我有车 我可以去你家找你的 那就在你上次来时 我等你的地方吧 我还在那等你 你开车慢点啊 我会等你的 OK 她挂了电话 迅速打扮了一下 换了她最喜欢的 红格休闲衬衣 下面是一条直筒的 立盘牛仔裤 那裤团很瘦 可以展现出腿的修长 臀部也包得非常有形 但是在临出门最后一次照镜子时 她又犹豫了 庆春是那类喜欢成熟男人的成熟女人 而她这身打扮似乎太嫩了点 于是 她又走成熟型的路子 换上了一身深蓝色的西服 那西服是在德国买的 像夺身定制一样的和身 匆匆下了楼 把那辆丰田家美开出泥泞 她反复不断地享受庆春最后的那句话 你开车慢点 我会等你 心中的委屈郁闷 为之一扫 她壮起胆子 不顾后果地把车子开得飞快 这湿漉漉的雨夜 那路面上汽车大灯璀璨的反光 都使她快意盎然 庆春站在路边 穿着白色的衣裙 打着红色的伞 白和红在雨中都鲜明触目 使人猜测 她也是经过了刻意地打扮 她上了萧桐的汽车 不经意地收着伞 说 你倒得真快 这种只有对最熟悉的人 才会流露得不经意 使萧桐有一种被认同的亲密感 她笑着说 我怕你不等我了 庆春歪着头看她 哟 怎么这么绅士 她当然指的是萧桐的西服 萧桐笑笑不知一词 庆春又问 中午 中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没有啊 中午我心情不好 所以对你的态度比较生硬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没有 没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听错了吗 庆春不知道如何回答 她问 她们说要看的货 你根据什么认定是毒品 萧桐眨着眼睛说 你不是说她们是贩毒的吗 那她们还能看什么货呀 庆春哭笑不得的叹口气 你呀 昨天晚上还那么肯定说是毒品呢 原来是自己推测出来的 你真是毁人不倦的 害得我们彻底玩了一次心跳 那 那 那她们看的是什么货 一件工艺品 她 她 她们 她们到底是不是贩毒的 你觉得像吗 看不出来 不过绝对是爆发户 今天她们说什么了吗 那欧阳天晚上不在 欧阳兰兰说她去公司没回来 欧阳兰兰说上午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啊 一句都没提 欧阳兰陷入沉思 萧桐说 哎 咱们之间除了你的工作 能不能也稍微谈点别的呀 庆春惊醒道 啊 可以啊 谈什么呢 雨似乎停了 萧桐看见街上有巡警走过 向他们的车里张望 她把车开起来 庆春问 上哪儿去 萧桐回头看看说 别停着 你没看见巡警直看咱俩 大晚上的 别怀疑咱俩在耍流氓 庆春大笑起来 咱俩耍流氓 你玩幽默的吧 怎么叫幽默呀 难道咱俩就不能耍流氓了 啊 庆春几乎听不懂 啊 不是 难道咱俩就真的不能被人怀疑耍流氓 你猜多大呀 不大 但是耍流氓够了 庆春笑问 你耍过吗 没有 但说实话 挺想试试的 你是不是也和那些街头无赖 或者先锋青年一样 什么都想试试 吸毒想试试吗 哦 那可不是 上瘾就麻烦了 你也有怕的就行 两人聊着 汽车沿着大路 无目标地开着 庆春问 哎呀 你到底往哪开呀 萧桐说 开到哪是哪 哎 要不去我家看看 我那没人呢 没人我不去 不方便 你还真怕我耍流氓 我是警察 我怕谁啊 两人逗着 庆春说 去吧 去认认门 以后抓你 我可以带路 这么晚了 庆春居然同意到他家去 这对萧桐来说 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又留意到 庆春说 他家没人不方便那句话 可见 庆春现在终于 不再把他当做孩子 而是当成一个男人 这种变化 萧桐非常敏感 有车就是方便 他很快把庆春 领进了自己漂亮的公寓 让庆春看墙上的汽车图片 告诉他 每一款车的名气 和他们厉害在哪 庆春应景一样地听着 尽量不扫他的信 看了一圈 他问 文艳还常来这儿吗 萧桐说 我们吹了 吹了 为什么呀 我说过 我们只是邻居 是一般朋友 是那种 就是那种关系很好的 一般朋友 一般朋友 能在医院里 陪你那么多天吗 这一定是 有很深感情 才做得到啊 你也在医院 陪了我那么多天 你对我有感情吗 我 井春愣了 我去陪你 情况不一样 不管你对我有没有感情 那几天 我会去一辈子的 大概是他的表情和口气 太郑重了 郑重得几乎像是个蒙事 庆春似乎有点受用不住了 他笑着说 你现在帮我们工作 是不是就是为了知恩图报 萧桑一人 郑重其事地答道 也是 也不是 你知道吗 我很佩服你 我也喜欢你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庆春尴尬地站着 萧桑的话 令她不知所措 好半天她才说 太晚了 我要走了 你不用送我了 我坐公车回去 萧桑没有说话 她和庆春一起走出屋子 一起下楼 雨不知何时停了 她打开车门 庆春犹豫了一下 还是上了车 两人一路无话 萧桑一直把车开到庆春家的楼下 庆春拉开车门 没有看她 低声说 再见 萧桑叫住她 庆春 你知道吗 我今天 我今天差点不想干了 我差点不想干了 庆春没动声色 问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觉得 你讨厌我 我刚才已经道歉了 我中午态度不好 那 我也道歉 你道什么歉啊 是因为你昨晚续报军情吗 不是 是因为今晚 我可能说了冒犯你的话 是因为我有一个 不该有的梦想 庆春抬头看她 她不知道 那眼神里 续寒的是冷静还是温情 庆春说 每个人都有梦想 但 每个人都会醒的 庆春 也有过一个多梦的年龄 在她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 她也是一个 最狂热的追星族 她心中第一个热恋的对象 是齐琴 她的大约在冬季 玻璃心 和外面的世界 倾倒了她无数个日夜 随后 她转而投向了同安阁 这位情歌王子 有很长一段时间 也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 她最后一个心竹的对象 是黎明 但对那张娃娃脸的迷恋 非常短暂 因为 这时她已迈入梦醒的年龄 多梦时节之后 她又走得格外极端 几乎拒绝了一切遥远的幻想 在大学毕业以前 她已变得极其现实 她最终能喜欢上 老成持重的胡心民 说明 她已经远离了那种 少年式的浪漫和激情 她哪会想到快27岁了 竟会撞上一个疯狂追求自己的青春族 她比肖童大了差不多五岁 尽管许多不熟悉的人 常常看小了她的年龄 尽管她的外表 确实一如少女般的柔嫩 但她心里 早有了一种沧桑利尽的感觉 似乎很难再习惯 与小虎对视的少年为伍了 所以她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些天的心情 终于又有了一些纷乱 她的生活中 突然闯入了一个萧桐 她不可抗拒地 带来一股生气勃勃的青春之风 青春是每一个人 都喜爱和羡慕的东西 哪怕是垂垂浇木的老人 青春倒并非觉得 萧桐的外表 有多么赏心悦目 是她那份难得的天真和执着 那种追求女孩的方式 还有她灿烂的笑 让人怦然心动 同时她也为自己的魅力 而暗暗满足 她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 意识了萧桐 对她的那种举动和表情 在那一刻 她自己也非常吃惊 当初她把萧桐带到自己家里 是因为她那时被打得全身轻肿 必须立即给予帮助 她跟萧桐去了她的家 是因为想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她作为她的联系人 必须掌握她的行踪 但是一种初衷 往往会带来另一种结果 当那个雨夜 萧桐脱口而出 说我喜欢你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之后 她几乎被她拉入梦境 胡心明也好 李春强也好 其他人也好 追求过她的人 无一不含蓄矜持 萧桐使她第一次遭遇激情 幸亏她站住了 她还清醒 幸亏她克制了自己的冲动 也幸亏她坚守了自己的承诺 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 她会放纵个人的感情和欲望 欧庆春永远是一名最好的刑警 星期六 萧桐在她的BP机上呼了一行字 是否有空 我想见你 她也回呼了一句话 我很忙 如果有重要事 再打电话 这是一句拒绝的话 既冷漠又严肃 星期六她确实很忙 前一天那么大的行动 白忙一场 需要善后 需要检讨 需要总结分析 616案的几个主办人员 当然不能休息 马处长对这个行动扑空 几乎未动声色 他认为 在桂林环江运输公司 和广州洪发公司 被税务部门突然查账之后 大业公司自己紧接着 又被查账 洪发公司的经理 在因贩毒被狙击 胡大庆继而在洛阳被击毙 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后 欧阳天应呈惊功之势 按常规也该折服一时 停止活动 他用这么大的价钱买工艺品 还投资了不少 目前并不赚钱的夜总会之类 很可能是一种洗钱行为 也就是说 把非法的账外的黑钱 变成合法的 有账可查的物业和收藏 那个买下巨型公益作福的 香港天兰公司 说不定就是欧阳天和欧阳兰兰 自己在香港传的 这次行动 虽然又是打草惊蛇 但意外地发现了一个 以前在查大业的账时 并不掌握的天津公司和天兰公司 等于又开辟了一个调查的方向 也算是一个收获吧 处长此论一出 欧庆春的心理自然宽慰了许多 但李春强认为 马处对这次行动的评价 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这次行动最后是他拍的版 把行动彻底论为失败 不仅会磋商专案组的积极性 他也要承担拍版的责任 因此李春强的心情并不轻松 他在小节会上做了一个检讨 主动承担了责任 但会后他找庆春 很自然地把气出在了萧桐的身上 这小子说话有准没准 他太完事不公了 让人都不敢相信 庆春没有表态 只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李春强说 我会上必须检讨 处长虽然那么说 可他心里最窝囊 你是处理培养准备提拔的干部 他得保你 保咱们队 所以我会上必须站出来 当这个提子羊 李春强的分析不无道理 庆春的心情又转而沉重 并且惭愧 李春强提醒道 以后那小子送的消息 咱们可得好好分析分析 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了 你可别让他给毁了 对李春强的提醒 庆春表情上没有露出什么反应 心里却翻个不停 萧桐的形象在他心中 突然变得轻率主观 责任心差 能力低下 有一刻他甚至怀疑 他是否把萧桐 对这个案子的作用和价值 看得太重 星期天一早 萧桐又积极地呼谈 说有重要事情请他回电 他搞不清是真有情况 还是他借故纠缠 犹豫了半天才回了电话 态度也故意做得冷淡 电话里他几乎没有寒暄 接通后直接问有什么事吗 萧桐说有事必须面谈 他想了想问 你现在在哪儿 萧桐说 我刚从他家出来 在路边打光用电话呢 这儿是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这儿离香山比较近吧 青春问 你还有车吗 有车 我往北 你往南 咱们在颐和园见 颐和园的西地玉带桥 不见不散 萧桐在电话里笑 你们街头都是选这种浪漫的地方吗 我以前还以为 得在废墟 坟场 或者谁也不去的地下室呢 青春砰地挂了电话 这次街头他想好了 他要叫上李春强 一来要扫一扫萧桐的信 他别以为 一个浪漫的地方 就一定有浪漫的故事 这回一定要让他失望 让他失望 二来 萧桐又提供什么情况 你李春强自己来听 信不信有你 你自己定 李春强接了他的通知 立即开车来接了他 然后同往议和园 他们把车从西侧门 直接开进了园子 严昆明湖西岸绕湖而行 远远地看见 绿带桥飞扬的桥拱 与水中倒影 交相辉映 如一轮浑圆的满月 而萧桐已经站在了 那满月之上 他不识看表 不识东张西望 但只顾远眺 忽略近视 以致他们走上桥头 他才刚刚发现 不出青春所料 李春强的到来 显然使萧桐感到意外和不快 他眨着眼 看他们相邪而至 出现在桥上 僵僵地 几乎忘记和他们打招呼 青春怀着一丝快意 看着那张生气的脸 李春强粗声粗气地问 走来了 萧桐郁 郁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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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上桥下 除了他们三人 再没有任何过往游客 李春强便就地发问 有什么情况 你说吧 任性的萧桐 看也不看队长李春强 不成体统地 只冲着青春说 街头都是单线联络 你们怎么来了一帮啊 青春脸上暗藏了 幸灾乐后的笑意说 我们队长亲自来 是重视你 你到底有事没事 李春强则一脸严肃地说 你不是约我们来 昆明湖关于的吧 今天你没课 休息 啊 所以你闷了 要约欧警官来 汇报汇报思想 对不对 青春看着萧桐 并不为她解释 萧桐脸丈红了 嘴唇哆嗦 她说了句 那我还不说了 便大步走下御带桥 青春想叫住她 但见李春强的脸色 终未开口 萧桐气急败坏地跑了 李春强扒在汉白玉桥栏上 观赏着那上面 雕露着的 一只只振翅欲飞的仙鹤 故作轻松地引道 莫到昆明池水浅 关于胜过赴春江 但青春却毫无半点 闲情一致 索然地问道 他跑了 怎么办 李春强说 跑着跑呗 我看他也没什么情况 他居然把你约到 这种风花雪月的地方来 是不是想谈情说爱 这地方 是我约的 你约的 你干嘛约到这儿来 青春不知该怎样回答 他当然不能把自己 对萧桐恶作剧的念头 说出来 只好胡乱搪塞地说 今天是星期天 这不是想让你们 都轻松一下吗 李春强笑了一下问 你多久没逛公园了 青春记得 今年和胡心明 还去过一趟紫竹院 但他未及答言 李春强就说 我从景园毕业后 就再没进过公园 没时间 也没心情 青春说 没心情 那咱们走吧 李春强看着青春 一向严肃不苟的眼神 变得温情默默了 他说 今天开戒 咱们既然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 我今天有心情 可我今天没心情 青春这时 已开始对刚才 萧桐的事后悔 他走下玉带桥 对跟上来的李春强说 队长 我看还是 再找他一下吧 他可能真的有情况呢 李春强沉默了一会儿 两人都没了心情 开了车 向大门的方向走 李春强说 你找吧 不过你得知道 对他这种政治素质 比较一般的特型 还是得加强思想工作 应该管理 别让他拿你一把 你看他刚才 多大的气形 我就说了他那么一句 扭头就走啊 他是想逼着我求他 他上次误报军情 连道个歉 说声对不起都没有 还要我们怎么着啊 静春说 要不然怎么说 一个特型 不能谁都管呢 上次的事 我已经批评他了 你再推他这个态度 他当然受不了 他又不欠咱们的 这和你利用那些 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的 社会渣子当耳目 终归不同 他去卧底 只是凭他的积极性 凭觉悟 因为不管怎么说 多少要耽误他 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多少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能出来干 这本身就反映了 他有基本的政治素质 对这种人的管理方法 就应该不一样 至少应该当做自己的 同志和兄弟那样 爱护他吧 庆春把自己的后悔 和隐隐的内疚 全都表达在 替萧桐的这番 打抱不平的议论中 李春强 嘴上虽然还硬 其实观念上 还是认同他的看法 我要是把他 完全当成自己的同事 我早就处分他 撤了他了 嗨 就因为怕打击他的积极性 我都没跟他提 前天那档子窝囊事 前天差点没把咱们 折腾出毛病来 而且他既然是 由你联络管理的 我还是一直比较尊重你的 很少插嘴过问 今天是你叫我出来 我才来的 他的情绪不好 这是你的事 得你来负责 两人把车开出公园 李春强把气氛缓和下来问 我送你回家 或者你想去哪啊 庆春说 你先开车走吧 我要到这附近 有点私事 李春强当然不便新闻 只笑一下 你把见面地点约在这 感情是公司兼顾啊 他们就在路边停车分手 李春强驾车自去 庆春拿出手持电话 就地呼了萧桐 然后他顺着大路 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公共汽车还没来 萧桐回电了 他说 你呼我 然后就不说话 庆春说 哎呀 还生气呢 至于吗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讨厌你和那个家伙在一起 庆春 庆春息事宁人的解释 他是我的领导 他领导你 他又不领导我 我又不欠他的 庆春顿了一下问 那你欠我的吗 萧桐哑了片刻问 那你在哪 我过去 庆春 举目四望 街对面有一座 凋梁画洞的酒楼 他便把会面 约在那里 萧桐显然并没走远 不到五分钟 他就驱车而至 庆春上了车 萧桐不看他 也不主动开口说话 庆春说 嘿 你年纪不大 脾气还不小 一言不合 拔脚就走 将来大学毕业 走向社会 你怎么和人相处啊 萧桐答非所问 他怎么没来啊 谁 你领导啊 你不是不想让他来吗 你不是诚心带他来吗 既然你是因为工作 要和我们接头 我们谁来都是可以的呀 你今天约我 到底有没有情况 萧桐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 他们有一批货 藏在延庆龙庆侠那边的 一个小旅馆里 是什么货 你搞准了吗 没有 我也搞不准 只是昨天晚上 听他们谈话的时候 这么说的 欧阳天的助理老黄 告诉欧阳天 那批货已经存在 十八盘旅店了 欧阳天说 最近不太顺 先存一阵再说 这是他们背着我说 让我听见的 青春面孔严肃起来 你怎么知道 那十八盘旅店 在龙庆侠 老黄后来 在吃饭的时候 和欧阳天聊天 说今年北京这么热 老板你真该到 龙庆侠去住几天 风景好不说 真是凉快 比开空调的感觉 可舒服多了 不过 十八盘那儿没法住 那儿条件太差 他们说可以住在坝上 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 青春没有马上兴奋起来 他反反复复 不厌其烦地 又询问了许多 昨晚谈话的细节 萧桐说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青春说 不是不相信 这事儿必须慎重 有些细节必须问清 这些细节啊 你不一定看得出问题 但我却能分析 谈完了 他自己心里也分析完了 他对萧桐说 对不起萧桐 我今天不能陪你多聊了 你的这个情况 我得马上报告一下 萧桐这会儿 董事地点点头 你要去单位吗 我可以送你 青春没有回单位 他扑了李春强的手持电话 然后让萧桐 把他送到 离处长家不远的地方 下车和萧桐告别 也许我很快还会呼你的 他赶到马出家的时候 李春强已在屋里端坐 就在客厅里 那过于软线的沙发上 马出和他一起听了 庆春不厌其详的汇报 似乎谁也不能马上挑出破绽 但谁也不急于发言 后来马出笑问 你们是不是都给上次弄怕了呀 庆春说 没错 一年遭蛇咬 十年怕紧绳啊 马出笑着说 情报 要是个个都准 那也就不叫情报了 情报分析工作 也可以取消了 不知李春强势 吸取了上次表态过急的教训 还是对萧桐个人的不信任 他始终只是听着 不发一言 最后还是处长先说 这样吧 从理论上说 对这种情报 只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不过既然那小伙子 上次的情报不准 对这次的可信度 也不妨稍稍打个折扣啊 所以 咱们在行动上 可以多留一些进退的余地嘛 庆春和李春强 把眼睛盯住处长 等待具体指示 马处长看着李春强说 今天下午 你先派人去一趟龙青霞 摸一摸 有没有这么个十八盘旅店 猜猜点啊 再留两个人监视 啊对 今天晚上 用常规治安检查的方式也行 借口搜捕逃犯也行 搜他一下 万一情况取假 也不至于找不到个台阶下 是吧 李春强和欧庆春 对视了一眼 从互相的眼神上看 似乎都觉得 这逐一行 领了命令 他们从处长家里出来 已经接近吃午饭的时间 李春强提议 由他请客 就在外面吃 庆春说 还是早点回处里 把人员安排妥当 今天是星期天 找人要费时间 于是 两人就开车回了处里 午饭也是去机关食堂吃的 星期天在食堂里 就餐的人照例不多 所以饭菜也是凑合 大多数前一天剩的 庆春吃了一半 就没了胃口 正思量着 把剩下的道调 影响好不好 杜长发走进了食堂 见了庆春 便牢骚满腹 嗨 真是没有一个星期天 能过好的 我正带着我老婆 做人工流产 这皮皮鸡 就把我给呼来了 庆春问 你也该要孩子了 做什么人工流产 杜长发大大咧咧地说 我是想要 我老婆不干 人说了 你只管生不管养 没门 要生你自己生去 我老婆那工作 出差太多了 生了孩子 他也没精力管 你说 干咱们这工作的 真是把千秋万代的 正事都给耽误了 庆春笑道 我看人那么多老同志 干公安都几十年了 个个有子有孙的 你将来 要是段子绝孙 准是干了别的缺德事了 你最近 有没有对不起你老婆 杜长发憨厚地笑道 不敢不敢 刚才门口来了个女的找你 长得还行 我连正眼都没瞧一下呢 是吗 谁招啊 门口呢 你去吧 我打饭去了 杜长发拿碗去了 庆春倒掉剩菜 没洗碗就来到机关大门口 他看见 站在门口等他的 是萧桐的女朋友 郑文艳 进了郑文艳 庆春不知为什么 竟感到一阵 突如其来的胆怯 他不狠自然地和他远远地打了个招呼 问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郑文艳的神情气色 于以前初见他时几乎判若两人 他气若犹思地告诉庆春 我在公安局有个熟人 是托他辗转打听 才找到这儿来的 他和庆春握了手 便再没松开 他接着问道 我能不能占有你一点时间 我有点事 想和你谈谈 庆春看看表说 恐怕来不及了 我下午一点以前 有事要出去的 文艳说 那还有半个小时呢 我只有几句话 我说完就走 外面阳光猛烈 于是他们移步到机关对面一间 清静的咖啡室里 各要了一杯冷饮坐下 还没开口 文艳已是泪水盈眶 一看这眼泪 庆春心里不问自明 文艳的第一句话是 萧桐 她 她和我吹了 庆春只能扬坐惊讶 吹了 为什么呀 她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庆春心里跳了一下 但脸上保持了镇静 问 她爱上谁了 文艳抬眼 叮嘱庆春 静春极力让自己的目光不作回避 文艳说 她 她让一个有钱的女人缠上了 那女人给她汽车 给她大哥大 也许还会给她钱 所以她就变了 她控制不了自己 我太了解她了 她要是喜欢上谁 就控制不了自己 就会不顾一切 庆春的心跳稳定了许多 但她又突然警惕了起来 萧桐该不会把她接触欧阳兰兰的事 在外面到处乱说吧 她问 这个女人的事 是萧桐告诉你的吗 关于她和这个女人的来往 她怎么跟你说的 不是她说的 她当然想瞒着我 她说她要和我分手 是不想耽误学习 是我们的性格不合 可我去找过她的辅导员 是他们卢老师亲口告诉我的 萧桐搭上了一个款妞 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了 卢老师说 这样下去会害了她 她希望认识萧桐的人 都做做工作 劝劝她 萧桐现在因为这个 在学校里 都快臭了 庆春看着两颊垂泪的文艳 她脸上的优点 本来是那股子文静的神态 一旦患上了愤恨和哀怨 面相就不免大失水准 庆春心里动了一下 不知为什么突然问 那么她当初对你 是不是也不顾一切呢 文艳用手绢擦眼 擦了半天 才坦率地承认 没有 是我不顾一切追她的 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是我对她好 照顾她 所以养成了她生活上 是很依赖我的 我们认识不到两年 可我们俩的关系 从一开始就像一对老夫老妻似的 只有柴米油盐 没有谈情说爱的 真的 她对我 一点都没有一个二十岁的男孩 应该有的激情 既然她是这样一种性格 那你怎么知道 她在感情方面控制不了自己呢 你怎么知道 她对女人会不顾一切呢 凭我的感觉 凭我对她性格本质的了解 我的社会经验比她多多了 我看她不会看错的 清春疑惑地问 那 你来找我 是不是想让我帮你做点什么 文艳的表情 立刻充满信任与恳切 你 你给过她光明 你是她最信赖最佩服的人 她一定会重视你的话的 我希望你能和她谈谈 清春想 这女孩子也真是傻得可以 找上她来做晓彤的工作 几乎有点引狼入室了 她勉为其难地推托道 我也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她的 但是一想 如果一点也没有帮忙地表示 似乎也不大合乎情理 便又补充道 当然 如果见到她 我会跟她说说 可我又能怎么说呢 何时恋爱 这是她的自由 是她的自由 她不爱我 我不能强求 可她那么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 不应该自甘堕落 去贪图一个女人的汽车 电话 还有钱 那女的 那么年轻就那么有钱 她能是个正经人吗 那也许是她家里有钱吧 欧庆春圈时间快到了 口气上已经有了些敷衍 但文艳仍是义愤填膺 恨之入骨地说 用父母的辛苦血汗 挣来的钱去追男的 能是什么好人 文艳对情敌的深恶痛绝 使庆春心里感到一种震撼 看来 再文静的女人 当自己的感情领地 遭到入侵时 也会变得恶毒起来 她含糊 笼统 原则地答应了文艳的要求 表示 尽量做做萧桐的工作 从咖啡室和她告别后 庆春匆匆赶回机关 她上午和李春强说好了 一起去龙庆霞踩点 李春强 在她和文艳谈话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 搜查的一切准备工作 并已和延庆县局 取得了联系 庆春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去龙庆霞 他们一行人便衣打扮 分成几组 乘车穿过居翁关和巴达岭 直抵龙庆霞 他们把车停在龙庆霞宾馆的门口 然后乘古城河口的电动扶梯 翻上了70米高的蓝河大坝 站在大坝的顶端 庆春的眼前为之一爽 摇目四望 南方山巒浩荡 灰白色的巴达岭长城 蜿蜒其间 山下绿水如带 摧烟鸟鸟鸟 与山间雾矮飘浮的蓝气 合为一体 回身北跳 辖内清风似河 溢水中流 碧蓝如镜 这诗话般的情境 让青春激动乱风 杜长发在身边感慨一句 啊 真仙境也 可他反倒觉得 自己就像在一个 从不停顿的机器里 周而复始地运转了多年 这一刻 才又回到了人间 他站在大坝上 任微风拂面 忘乎所以地 向山谷里喊了一声 弄得周围同伴 无不大吃一惊 以为遭遇了敌情 李春强拽了他一下 他才清醒过来 随众人下坝登舟 向峡谷深处 徐徐而行 一张船票六十块钱 出嫌昂贵 但船行一路 两岸风乱入水 水动山摇 不换景仪 自然也去和人文警官 兼收并续 一一入木 倒也觉得所费不忘 他们在十八盘 弃船登岸 沿山道盘旋而上 山并不高 山后便是一片平原 有公路可通达至此 在十八盘 等候他们的 延庆县公安局的 侦察员冲坐向导 十分便捷地 令他们找到了 十八盘旅店 他们在旅店附近 查看了一番 确切掌握了 前后出口 然后 这地形便无可再看 李春强突发奇想 临时决定和庆春 假扮夫妻 到旅店里 开个房间住进去 庆春心里 并不太愿意 和李春强 假扮夫妻 无奈 李春强 以命令的口气说出 庆春只好服从 李春强和杜长发 交代几句 然后携庆春 离开队伍 向那旅店走去 旅店安静地 似乎门可罗雀 他们东张西望地 走进大门 想不到 这么小的旅店 也有个接待式服务台 听说他们要住店 一个顺眼惺忪的服务员 问住一间还是住两间 李春强不假犹豫地说 住一间 服务员问 那你们有结婚证吗 李春强笑道 你们这儿还这么正规啊 服务员也笑了 给他们拿了钥匙 说 可不是吗 我们这儿有时候还住外宾呢 这是一个中国古典庭院式的旅社 红梁绿柱 虽有些俗气 却不是特色 三进的大院 前廊后煞 倒是个旅游避暑的好去处 李春强和庆春 装作看新鲜的前后院转了一圈 客人未见一个 服务人员也仅两三 回到屋里 李春强 既用手持电话命令 留在外面的杜长发 提前行动 庆春问 不是晚上吗 为什么要提前啊 李春强收好电话说 现在客人不多 而且白天看得更清楚 我想也没有必要耗到晚上吧 半小时后 杜长发带着一批 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 和一只比警察更有训练的 集图犬 从正门登堂入室 他们带了马处长 刚刚批出来的搜查证 口口声声 要搜寻一件杀人凶器 警察们散在各处搜索 连服务员的休息间 更衣柜 旅店的办公室都一一搜过 搜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最后杜长发搜到了 李春强和欧庆春的房间 哎 沈妹妹搜到 他小声向李春强汇报 李春强习惯性地问一句 你们搜得稀不稀 杜长发夸张地甩着头上的汗 说 嗨 就差挖地三尺了 那狗呢 东文西传他就是不叫 哎呀 这狗还是从德国进口的 能识别几十种毒品 破了好几个案子了 总不会到咱们手上 就闹情绪吃大锅饭了吧 李春强喘口粗气 算了 你们撤吧 杜长发离开屋子 青春隔窗听见他们 装模作样地和旅店的人 交代了几句 牵着狗呼隆呼隆地走了 李春强说道 咱们也走吧 赶得及回去吃个晚饭 门口的服务员见他们要走 极力挽留 李春强笑着说 哟 刚才那帮穿冠衣的 可把我给吓着了 我们呢 还是趁早走了好 门外已经不见杜长发他们的人影 青春跟着李春强 又翻过十八盘 呈最后一班船无功而返 船上的座位很空 他们坐在后排 谁也无心欣赏 测岸峭壁上的落日清晖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了一个问题 对欧阳天和大业公司的怀疑 会不会是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这话由李春强脱口 但他们两人又同时否定了他 伴着隆隆的传击声和花花的水浪声 他们又默默地做着其他的猜测 李春强说 会不会是萧桐凭空编造的故事 哄你去和他约会 骗取好感 也骗取重视 我们过去发现过 有的特情就有过这种表现的 青春没有作声 他的不作声已经表明 他否认了这个可能 李春强马上也意识到 他的假设不能自言其说 如果那样岂不是适得其烦 其实青春心里最怕的是另一种可能 会不会他们已经怀疑他了 利用这两个情况来试探他 或者利用他传出这两个 他们设计好的现场来麻痹我们 证明他们其实奉公守法 做的全是正经生意 什么问题也没有 青春的这个假设 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 因为这不仅意味着 他们的侦察意图及内线手段 已暴露殆尽 今后获取证据破获全案 将极为艰难 而且还意味着 萧桐的生命面临危险 当然 这危险不是现在 如果欧阳天真的清楚萧桐的面目 至少现在还不敢对他下手 从龙庆侠回到市区时 天色隐约有些擦黑 只有在拥挤的三环路上 还能看到西边遥远的残虹 他们直接把车子开到处长家 处长还在等他们的消息 对十八盘旅店搜查的结果 处长已经从严庆县局那边知道了消息 对李春强和欧庆春所做的刑事判断 和各种猜测 他似乎都不以为然 而他自己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假设 他说 你们的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 只是不足以服人 更不足以确认 看来我们得看一段时间再说了 看看各方面的人 包括萧桐 下一步都是如何表现的 从处长家出来 早过了晚饭的时间 李春强再次邀请青春到他家 或者一起在街上吃饭 青春感冒刚好 体质正须 心情郁郁 便说 改日吧 队长 我现在没有一点胃口 只想早点休息 李春强只好说 那我送你回家 路上 青春闷闷不语 李春强一边开车 一边宽慰 这又不是咱们的事情 特勤的素质有高有低 能量也有大有小嘛 有时候情报质量差 那也是常见的事 你用不着有作证感 我看也不至于影响你的体质问题 安心回家 吃点东西 好好睡一觉 明天上班 高高兴兴带个好心情 李春强的话语充满了体贴和关切 他近来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 变得越来越频繁 可也许是他们太熟了 距离太近 是同学 是同事 是朋友 也是上下级 庆春对一切 都有点司空见惯 他们之间 无论是激烈撑吵 还是默默温情 庆春心里的感觉 都有点迟钝 他在他家的路口下了车 他下车时 对李春强说了句 谢谢你 队长 李春强说 今后下了班 就别叫我队长了 好不好 庆春便又说 谢谢你 春强 这两天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他也搞不清 他这样说 是出于常规以外的 关心嘱咐 还是一种正常的礼貌和客气 他下了车往街口走 他知道 李春强的车 只等他拐了弯 看不见了 才开走 他想这样下去不行 和李春强的关系 应当保持怎样一个距离 必须有个确定 要么拒绝 要么接受 若即若离久了 只会导致是非和伤害 想到这里 他似乎必然地想到了萧桐 他几乎不能否认 萧桐给他的感觉 要比李春强更加强烈 也许同样是因为距离 因为他和萧桐的距离太远了 才会使相处的感觉和结果 变得难以预测 不能预测的东西 常常使人产生期待和想象 而期待和想象 便是一种迷惑 他们的年龄 职业 经历 个性 都是那么的迥然不同 正是这种距离 使他一夜间成了萧桐的偶像 而萧桐少年式的追求 也给他巨大的新鲜感 和难以躲避的刺激 在这刺激面前 他承认有快感 而且他没有拒绝和厌恶这种 带有叛逆意味的快感 但快感之后 他又有点害怕 他害怕自己的心智 发生迷乱 和萧桐也同样不该在这样 顺流而下了 因为他知道这种快感 一旦离开了内心活动的范围 而要去寻找什么外在的结果 那几乎是匪夷所思 他只希望这案子 能够顺顺利利地破了 大家皆大欢喜 各得其所 以后他又会像往常一样 接了别的案子 像往常一样 为那新的案子 终日心交神力 萧桐则埋头书本 或者移情别恋 他那少年的激情 又有了新的寄托 多年以后 事过境迁 当萧桐也长大的时候 他们也许会 共同想起这个夏天的浪漫 他们似水年华的记忆中 会共同珍藏这短短的一夜 如此而已 庆春走到自己家的楼门口 他首先看到楼下 停了一辆丰田家美 那车子的前灯 稍纵即逝地亮了一下 俏皮地晃得他眼前发黑 车门开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横在路边 庆春站下了 心里不知是兴奋还是不安 他向那影子问道 你 你是在等我吗 黑暗中的人影 向楼上看了一眼 说 方便上去坐一会儿吗 庆春犹豫了一下 点头说 来吧 他跟在他身后上了楼 楼道里没有灯 黑的只能凭感节奏 青春听见 萧桐在身后 跌跌撞撞地 磕缝着楼梯拐角处 堆放的杂物 他并没有停下来等他 对他不加提醒地 静字大步走上四楼 他用钥匙打开门 拉开客厅的电灯 萧桐才借着光找了上来 你没事吧 庆春问 没事 萧桐进了屋 父亲正坐在 庆春这边的客厅里 看电视呢 看见萧桐来了 特别高兴 站起来寒暄得极为亲热 自然的客厅里 产桐 屋 带走上 外面 人从垃圾 从垃圾 硬衔